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你先听哪一个 坏消息吧 坏消息是 因为你太年轻 你还没有到真正成家立业 谈婚论嫁的时候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你很可能碰到一个 你特别鲜爱的姑娘 她不在意 她父母极为在意 好消息还听吗 听 这个行业一定会挣得越来越多 因为服务行业本身就是在 整个大环境中的支柱行业 第二 这个行业的特殊性 以及中国人对死的尊严的认可 和选择 导致这个行业 必然成为一个越来越 收入高涨的行业 所以你那个当初的那个选择 不是被忽悠 那个什么各种渠道 还是有道理的 最好的消息就是 当你挣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有成就感 越来越被人尊重的时候 前者的忌讳 找对象的烦恼 也就会越来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 你前途也大 婚姻无忧 谢谢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金娜一开始说的 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 其实非常传统的一个礼仪文化 只是后来我们把它弄丢了 而现在我们又把它拾起来 这其实是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东西 是的 我们应当去尊重它 然后我最后想说几句话 是这样 对于这个生与死的界限和想法 我主要的启元老师 是我妈 我妈给你做着相同的工作 她是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是不是相同的工作 是的 她负责接 对 她负责生的那部分 你负责走 负责逝去的那部分 中国人对于生特别看重 家里生个孩子 全家总动员都会去 逢人就发起场 高兴 在家里人逝去了一个人 虽然也是全家都出动 但是觉得这是一件 特别天大的 糟心的事情 甚至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觉得死 是肮脏的 是灵异的 是忌讳的 是要远离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 我们对于死的尊重 慢慢被减了起来 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你们 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 慢慢地更让人觉得 值得尊重 谢谢 谢谢 那我最后很好奇一个问题 就是当了准妈妈了 肚子里又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想就对于之前 你做了十几年这样的职业 你说过就对于你自己来说 也是对生死 有一个升华的一个职业 但你现在有了一个小生命 在每天做着这样工作的时候 你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很感谢它的到来 当然呢 我们一起去面对 所有的新生命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我的职业 不会因为我有了家庭而去进行改变 所以我将来的小孩子 我也不会因为我做这个行业 而去做历绘 从小就让他知道什么是死亡 才能够更好的去生存跟生活 没错 为你的姐姐好 很不宅 谢谢大家